别跑我的心肝 三千万穿成了六千万 但前提必须要打赢 我们看这场比赛的 那一台挑战者 眼前这个漂亮的小姑娘 98斤的艾米利 好 第一打一开始 光是看到这个身影差距 我这个心就已经提到嗓子眼 开始为这个小姑娘艾米利 感到担心了 两个人都是来自俄罗斯 都是战斗民族 果然观众朋友们 叫这个战斗民族是有原因的 不管块多大小 反正你给我钱我就敢打 要小心有点危险 要知道这个格里莎 这个大块头 她的体型是580多斤 小姑娘危险了 这个格里莎甚至不需要 任何债术 光是靠她浑身的肥肉和体型 就可以轻松了 赢得比赛胜利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 有没有感到一股窒息感 哇580多斤压在身上 简直是太窒息了 你看小姑娘艾米利 非常瘦弱 很大的非常勇敢 严拳带腿 非常主动 但目前看来的话 哦呦又危险了 哇又一次被压到龙边 我真怕这个大块头 直接把这个小姑娘 按到地板上 因为这个比赛规则 应该是综合格斗规则 按到地板上 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打这样的大块头啊 这么肥 我觉得打她的下板 踢她的腿 绝对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看她的小腿啊 非常细 甚至还不如她的胳膊 就黎莎一边聪明了 边打边走 没错 打两拳就走 千万不要和对方啊 硬碰硬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灵活 哦小心小心 哇又一次 比赛地回合最后的三秒钟 一定要坚持住 好地回合比赛结束 哇真的是看得我们提心吊胆 入千万奖金虽然说很诱人 但是想拿到 真的是太难了 赛事方啊 之所以把这个奖金提得这么高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 艾米利这个姑娘 能战胜对方的概率 几乎是零 所以说提高奖金啊 增加收视率 当然他们也的确做到了 因为这场比赛的收视率 据说冲到了世界一 而且还是创下了 级四世界一 好现在是第二回合了 这颗 应该是台下的观众看不下去了 看艾米利这个小姑娘太难 被欺负忍不住了 都是女同志 上台帮一下 我觉得也没什么的 而且如此大的身形差距 不要说二打一了 我觉得三打一 也是合理的 好比赛继续 好比赛